我这算下载就下载不了 全部过清空 手机还老开不了机 直播一下吧 你老黑我 好了 兄弟姐妹们 集取佛 共产党现在真的是疯狂 我这手机都没法弄了 我到哪哪被黑客 我去人家律师楼 门锁不管用 你说去人家律师楼 人家电脑被黑 我到哪哪都会黑 然后呢 这回到伊朗去 主要是北朝鲜这帮孙子 北朝鲜的导弹系统 记住啊 共产党的东风15和41系统和41DA 是不会对外放的 但就在短短的过去的二十几个月 也就是病毒期间 共产党大量的对导弹技术 叫做不设任何门槛的进行对外 扩张式的在海外建生产基地 我告诉大家啊 都拿几个地方啊 北朝鲜 有一百多个人的队伍 帮着北朝鲜 建导弹造导弹发射车 发射架 陆机 海机 还有地机 就是地下的 用车开着 拉着导弹 马路上给发 开着开着一停就出去了 弄一发 是吧 这叫什么 走着走着来一炮 然后呢 在火车上那来一炮 在水里边船上那来一炮 潜水底 水底能来一炮 这大量扩展 这就叫全面开放 对战略伙伴 全天候战略伙伴的导弹系统 我向天发誓美国百分之百 他不会全面知道 但是我在这之前跟美国人都说过 他们不信的 他们不信 但是未来他们会信的 我相信他们最后会信的 因为他真的会来了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哪里 伊朗 无人机 导弹 全面开始 接下来 更重要的 沙特 沙特的导弹 会让美国惊天的 他会吓死美国 给沙特的导弹 不仅给这个 一定是长城导弹 能打到美国喷头 走着看 然后 叙利亚 有个大量的无人机 沙特会有无人机 已经有了 生产 大量的生产无人机 伊朗无人机 北朝鲜下一个亮 在世界亮相的 接下来 很快 北朝鲜上全世界亮相的无人机 包括大量采购的中国产的 所谓歼15的加强机 几百架 几百架 不是几十架 给北朝鲜 北朝鲜有这个尖击机 有导弹 核武器 就是随便 就是随便 马上核武器 核技术 大量的就会给伊朗 北朝鲜 沙特 下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起 人类上将面臨最大的问题 沙特如果有了核武器 你咋办 核过散 导弹过散 原来所谓的短程啊 一百五十公里以内 现在完全是 一万公里的导弹都给你 所以说 用导弹 是吧 用核武器 核技术 无人机 无人机生产技术 授权生产 到美国醒过来的时候 美国在亚太的所谓的 印太的战略部队 那都是早的 所以说伊朗 所去的军机是干什么去了 是 最高端的无人机和导弹技术的 技术和专业人员 还有 现在在整个维稳上 整个中共维稳的东西 几乎全给了伊朗 然后正在帮助伊朗 建立一个独立的通信系统 包括沙特